美国跟加拿大边境从去年三月疫情爆发以来持续关闭 人员还有货物的流通都受到影响 不过魁北克跟纽约州边境 有一栋老房子刚好就盖在这个边界线上 形成了一屋两国的特殊情况 屋主在家里面就能够经营包裹跨境交地的业务 防疫封锁这一年多来 他新增了一千八百个新客户 画面上这栋石头屋半边位在美国纽约州 半边位在加拿大魁北克 屋内的地板上还留有黑色国界区分线 八十二岁的屋主保罗莫里斯 一个礼拜五天在自己家里交地两国之间的货物 疫情之下成为民众跨国订货取货 简单省市的选择 这栋两百年历史的石头屋 一个门开在美国 一个门开在加拿大 也有美国跟加拿大两个地址 根据美加两国一八四二年签订的条约 这是少数可以横跨在两国领土上的房子 有些美国货品不提供跨国运送 直接寄到老先生家 加拿大买家从另一头跨国取货 再到门外的海关接受检查 计算关税 可以免除亲自跨境取货 要隔离检疫十四天的麻烦 老先生的顾客主要来自魁北克 跟隔壁的安大略省拉强斯先生 原本在美国有一个邮政信箱 用来收货轻取 疫情之后没办法再去 另外找跨国货运费用非常贵 有时比货物本身还要贵 他转而选择从蒙特楼开车一小时来这里取货 已经省下了两百多美元 和台币六千多块的运费 屋主保罗莫里斯住在楼上 已经超过一甲子 交货中心分别登记在他三个子女名下 自己玩票性质经营 收费则看物件大小 从两加币到十加币不等 有时也纯粹看老先生的心情 和台币最多几百块 疫情蔓延以来 已经增加了一千八百多个客户 平均每天要处理五十个包裹 有时候多到忙不完 老人家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还他悠闲钓鱼串门子的退休生活 支持他继续忙碌的还有一份使命感 因为有些包裹里面是救命的处方药物 或医疗器材 想到这些货品攸关顾客